众望所归的 赢得了台北市 对不起 脑袋里只有台北市 到底是口误 还是不小心说出自己心声 有意争取党内提名参选 台北市长的立委姚文志 攜手获得台南市长提名的黄伟哲 进行双程美食大PK 台北市才刚获得米其林的心急加持 而台南市则有美食制度的称号 哇 这是 这是 这是鹅啊 大口品尝来自全台的美味食材 但说到美食就不得不提到 台北市长柯文哲 取消行之有年的台北牛肉面节 杨文志批评对台湾的行销观光 是一大损失 被柯文哲取消 莫名其妙取消的这个牛肉面节 或者 或者 因为它都是便当 你都拌个便当 这个便当节也非常好 那台北的牛肉面节可以恢复 不只要复拌牛肉面节 还要挖掘更多在地美食 杨文志强调自己实力丰厚 加上米其林摘星餐厅出炉 垂了行销台北的卵实力 华语新闻科黄迷亡长卢 台北报道 4v4v4v3v3 我们就下期待了